大家好 我是小玲 今天會做一個黑糖燕麥蘋果甘寶 這陣子經常在日本超市 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日本蘋果向我招手 用來做甜品非常好 所以今天就做一個Apple Crumble 不過大家經常覺得 加些什麼進去 甜品沒有那麼邪惡 健康一點 所以我就今天加了這個燕麥進去 這個Crumble裡面 讓大家吃的時候健康一點 有些纖維 現在就先做一個蘋果 首先蘋果要切粒 到底要不要批皮 這個就視乎個人喜好 或者有些顏色比較好 不批皮也可以 現在就先切粒 今天我就用了兩種 有紅色有... 其實這個也不是青蘋果 這個日本蘋果是金色的 味道有少許不同 口感也有些不同 通常紅蘋果會甜一點 還有軟一點 這些就會爽口一點 兩種都混在一起 就會有些不同的口味 混在一起 好 還是切了再說 這樣就切粒粒 大概你當1cm乘1cm 大小 做的時候就適合你自己吃多少 焗管有多大 切多少蘋果就足夠了 這樣就... 做多了可以保持的 所以多了也不怕 好 現在切好蘋果 這裏四個都足夠了 現在就煮了蘋果 做了裏面的餡蘋果 先用 現在就開鑊 預備一匙牛油 先把牛油放進去 融化 先放一點白砂糖 大概放1-2湯匙 加入小一點火 讓牛油煮熟 起糖 煮到它有少少焦糖狀 的狀態 所以慢慢火 讓它慢慢起泡 和溶到它 太大火會容易焦 看到它有些小 好像開始變啡赡的色 然後就把蘋果放進去 然後就會看到 現在是深啡色 再放 放在鑊上煎一煎 加少許玉桂粉 喜歡玉桂味的話可以加多一點 怕的話就加少許 不要完全不加少許才會有蘋果皮和蘋果的香味 因為它和蘋果混合在一起 就會有一個很特別的香味 如果不加的話蘋果的味道就不太出色 它在煮的時候我們預備少許檸檬汁 大概半個 剩下這個我們把皮切出來 剩下黃色的部分 不要切太深 白色的部分會很苦澀 切大約四分一個的數量 只要黃色的部分 如果有白色的部分可以這樣切走 這個就切碎它 把這個碎的檸檬皮放進去 加剛才的檸檬汁 大概蘋果煮十分鐘左右 或者你可以看一下 蘋果切粒的時候 切出來是很方角的 因為它切一粒 但是你煮一下煮一下 你會發現它方角的邊 開始變圓圓的 其實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蘋果開始軟了 我們不用完全煮到它軟了 因為待會再會焗 如果太過軟 待會焗的時候 就有機會出來的時候 蘋果變成蘋果融 就不再是一粒粒的 看看你自己喜歡吃的口感 是喜歡硬一點還是軟一點 你都可以自己去決定煮多久 到最後我們加少許粟粉 不要一次過加太多 否則它會一塊塊的 底下的檸檬汁和蘋果都會出水 那些水分就會吸乾它 會有一點醬汁 會有效果出來 而且焗的時候 蘋果也不會出很多水 但如果你不喜歡太粒口 太多的醬汁 就不要加那麼多粟粉 加少許就可以了 除非你很喜歡吃麥當當的蘋果皮 裡面的融 用粟粉開少許水 就放進去煮 它就會變成煮到有那個醬汁 但我喜歡比較乾身一點 就不喜歡一塊塊的醬汁 現在蘋果已經煮好了 現在可以輕輕把它攪拌 加少許粟粉 再加少許粟粉 加少許粟粉 你會聞到粟粉的揮發香味 和粟粉混在一起 快速把它拌勻 現在就好像有少許醬汁 包著蘋果 這樣就可以了 煮完蘋果之後 然後我們就預備上面脆脆的Crumble Crumble 首先要用麵粉 牛油 牛油 我們最好現在煮的時候 才在冰箱裡拿出來 讓它硬身一點 要凍牛油 我們就把牛油切小粒 拿出來最多都是放在室溫 大概5分鐘左右 就用了 不要放太久 放太久會軟 擦出來的效果會不會太好 這樣就把切好的牛油 放到麵粉裡 放到 白糖 你可以叫它黃糖 啡糖 或者黑糖 然後我們就用手 把糖糖 麵粉混合了之後 你看到它的麵粉 會像現在這樣 包著一顆粒的牛油 我們就把它用手指壓在一起 保持著的時候 都是有麵粉包著牛油 一邊捏開它 把麵粉包著牛油 然後就捏開它 我們手指一邊碰著的 都是有麵粉包著的牛油 這樣就把麵粉按進牛油裡 就不要直接捏到沒有麵粉的牛油上面 因為這樣就變了 手就會黏住牛油 而且為什麼不要把牛油放得太軟 就是現在搓的時候 如果太軟 牛油會一匹匹的黏住手指 而且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太軟 我們放到焗爐焗的時候 它很快就會出油 出油焗出來的效果就不太好 下面的烹蘋果會有很多油 還有上面的皮 做出來的效果也不太脆 如何為之可以呢 就是當我們看看麵粉裡面 那些白色的麵粉 已經完全跟咖啡色的糖和牛油混合在一起 即是你再沒有看到白色的東西 還有當你搓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手很乾淨 沒有任何東西會黏住 如果還有很多一匹匹的牛油 經常黏住的手指 其實麵粉和牛油還未混合 所以就會黏住在手指 如果它混合好了 比例適合的話 就應該沒有東西黏手的 你看看是完全很乾淨的 碗自己也很乾淨 沒有東西會黏住的 最後就把圓片的燕麥片 全部混在一起 那些燕麥就會跟粉糰走一堆 如果你不捏它 它只會黏在表面 你一邊捏它 你會發現它很容易 因為比較乾身 它會散出來 散出來 散出來就對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做的是 Crumble 不是曲奇餅 粉糰會比較容易散開 和乾身一點 如果你搓出來 是一踢黏住的 也不碎 其實可能就是牛油還未混合 所以它才會黏住 都是一樣的 雙手插完 其實你不用手也好 都沒有東西黏住 應該是很乾淨的 我們就預備一個大小小的焗盤 就可以把蘋果放在上面 剛剛好鋪平一層就夠了 然後就把剛才的Crumble 拿起一大塊 然後在表面 輕輕地撕碎它 撕在表面 你慢慢撕下去 就可以控制它的大小粒 有些大粒有些小粒 焗出來它就可以脆一點 如果你不撕緊它 就這樣撕在表面 它就會比較碎 相對又沒有那麼脆 大粒少少 這樣一粒粒 它焗出來的效果 有點像曲奇餅碎在表面 就會脆一點 但你又不要整個餅 這樣捏著放下去 大太厚 焗出來的效果又不好 切 lynch 蓋著它 蓋上ênCUKE 現在就可以讓它們焗 加上焗的 例如我們長做的連熟 或也可以先熟 分開煮完後留給雪櫃 以前 例如晚上 можем吃宵夜 先把它放進輕盆 或小小焗盆上 製成乳底 再 specialized 攪上一些焗好的CUKE 立即焗烤就不用做預先的步驟 然後十多分鐘就有一個 Apple Crumbo 吃 又可以的 現在這個我們就進烤爐 採訪 採訪 採訪